字幕作词 李宗盛 Mike Check 1,2, What's up? 入来我们24-247的 有没有那么好戏? That's right, movie review 时间 今天我们讲的movie就是 不是movie来的 它是一个Netflix documentary Yep Wham Whats up Yep 威猛,威猛乐队 我叫威猛 好像是,威猛,Wham Jorge Michael和Andrew 我怎样认识Andrew 因为我看这个视频 我也是 是阿菲介紹的 Brian你给大家看 很棒 立刻看 的而且很棒 多谢你 一个很个人的documentary 讲一个 两个best friend 12岁已经认识大家 原来大家认识的 Jorge Michael 原来是艾尔 原来是Andrew的影子 原来一直很崇拜Andrew 跟Andrew 在后面默默跟着他 Andrew走投 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一路做下去 Jorge Michael 原来才是RAM的灵魂 没错 因为始终到最后 他的歌反而 他真的有了 因为他写的歌 原来是 第二首歌是 H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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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ows Whisperer Last Christmas Last Christmas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哇 很多 很多 每个都在Hit 最厉害是 George Michael 自己写 自己制作 自己搞 很棒 很棒 原来 Carrows Whisperer 那时候去L.A.6 监制很有名 监制很有名 帮Erytha Franklin 监监 帮Ray Charles 监监 出來做了效果 他听完回英国 他觉得 一般 不是他心目中的 原来 他重新錄 原来 就是现在 出来的效果 我们现在听Carrows Whisperer 很狠 很狠 很厉害 所以最后他自己的感觉 很喜欢 那样东西 他就跟他的心 来做那样东西 他这个 这个纪录片 好看在于 我们听到很多 WAM的金曲 我们耳熟云场 尤其是现在 网络世界很喜欢 用Carrows Whisperer 一开始那个 很多时候 他用了20个 他用了20个 Saxphone Player 去选 才选 这个 现在我们听到 这个版本 很厉害 除了很多好歌 听之后 有很多很珍贵的 图片 全部是当时发生的 很多 都是Andrew 的妈妈拍摄 原来 展布很多图片 由他们小时候 开始就已经有 变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可以看回以前的英国 是怎样的 他们读书是怎样的 他们出去做宣传 上去做访问 很多这些很珍贵的东西 很好看 不是Fans 我老实说 不是RAM的Fans 不是是Big Fans 但都会 好看 好看 好有趣味 我说得对 好有趣味 而且他有说 他有一段说 如何写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才好 因为原来George Michael 还在睡觉 Andrew走之前 就写了一个 Note Wake Me Up Up Before You Go 他是Mistake 写了两次Up Wake Me Up 然后第二行Up Before You Go 接着George Michael 就看到 Wake Me Up 你两次 但是GoGo 两次才正 就是诞生了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That's crazy 他一看到就觉得 这个是歌名 这个是chorus的名字 他就立刻创作了这首歌 好厉害 另外我看到最美的这部纪录片 就是他们的真正友情 友谊 那个brotherhood 是很真摯 很real 你是当时得令的George Michael 全世界人都知道你 George Michael最厉害 Andrew是没有人记得他 没有人知道 每个人都说他要跟班 没人理会 易打鹿 这样的嘛 当Andrew知道George Michael 要出来单飞 自己一个人做 他一早应该要这样做 无论他做什么 我都很支持他 他根本就应该要这样 他deserve所有的 你看到他两个friend 到那种很漂亮的友谊 这个是最美丽的 因为我又跟廷爷 阿廷LMF 阿廷大佬 都跟他谈过这件事 他也跟我们的想法一样 他就说 那些乐队没有吵架 你瘋了 那些乐队也吵架 是吵架的 然后我说 Gans and Rosas 更加Gans and Rosas 然后他说 最美丽的 Andrew先走 Andrew是大佬 他说 Jos Michael摆明 我是要跟你的 我可以送币你的 走到Jos Michael Shina Andrew 一些妒忌心 都没有 一些恰燥 都没有 他在后面 即可 你即可 还一直撞下去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有很多我小时候不知道的东西 其实我看完这部影片才知道 例如原来他们是英国第一队 其实是外国第一队 乐队去北京开演唱 CRAZY 八多年 CRAZY 然后阿廷 阿廷还说 他又去看 廣州 他又去看 那时候他去做show 那些人跳舞 全部公安 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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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只好看 不准 眼淚 眼淚 很软正 刚才是那个年代 现在都在这部影片 有了所有的影片 他们在北京的影片 George Michael 替Andrew拍照 很лять 可以看到80年代 現在的大陸是怎樣 剛開放的時候 人們還是很衣衫藍樓 很窮 剛開放 八十年也很窮 很有趣 所以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這部紀錄片 對呀 Netflix也很有趣 音樂也好聽 立刻勾起你的回憶和你父母一起看 應該和你父母一起看 因為你不知道的 但你要看回他們始終都是經典 超好看 好 真棒 WAM的有沒有這麼好戲 講完吧 分數時間吧 我給8分 8分 我給8分 真的是中的 因為他的相片又多 不同的東西 很罕有 對呀 因為有時很多documentary很喜歡用重複的相片 用完又用 或者是裡面只有一張相片 然後就慢慢移動下去 慢慢移動下去 說了15分鐘還是那張相片 沒有人 不夠精彩 這個是很多photage很精彩 又可以有很多美歌給大家聽 對呀 還有我真的多說一句 我喜歡他那種兩個兄弟 一個是擺面機的 另外一個是 他也沒有所謂的 是好人來的 另外一個是street的 又支持他 他又很出名去支持他 另外這個紀錄片也有牽涉到 George Michael是同性戀 講他怎樣去掙扎 在那個年代 come out很難 所以是很多不同的角度去 看到WAM究竟是怎樣 為什麼可以這麼紅 這麼如日方宗 到George Michael 是全部拆解了 recommended 可以看WAM和Netflix OK 我們sending off之前 阿肥有些話要說 是的 在這個混亂的時候 大家都需要支持大家 如果你看了這個 有沒有這麼好戲 覺得我們需要支持的話 請在這裏掃掃我們的PayMeQL 另外 我也願意請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24美的頻道 多謝大家 還有那句 其實你們也很多 是有like share 和comment 和你的朋友說 因為我們感覺到你們的love 因為我們在街上 經常都被人截停 就說 喂 我有看247得 沒錯 Eddie剛剛說 他看過之前 是郭泰那個人跟他說 喂 我有看247得 是嗎 郭泰也有嗎 郭泰 oh nice so that's fucking amazing Keep it up thank you so much 我們會繼續 一路繼續做下去 OK thank you Peace